居家检疫者四处啪啪走 真的是害惨了店家损失惨重 先前有两名公费留学生返台之后 违规跑去买偶尔针 造成小吃业者说要电修一个月 另外之前二月份的时候 从宝瓶星号下船的先生 违规前往运动会馆 要游泳被业者拦下来 也造成业者封馆 本来是要封到3月31号的 不过现在预计要再延到4月中 才有可能要对外开放 明明到了一夜时间 小吃店铁门还是紧紧的关着 因为日前有两名公费留学生 回花莲开始居家检疫 回家途中违规下车 光顾了这个乌尔针店 业者被卫生局告知后 26号紧急关店消毒一天 就怕民众不敢上门消费 干脆从4月份开始决定停业一个月 让老顾客觉得有点可惜 如果知道会比较担心 但如果看住室内环境应该还OK 如果他们清洁相关工作 做的还不错 因为客户可以决心 那你会不会觉得老板也蛮冤枉 蛮一辜的 对啊 一定啊 他们也不是愿意的 我愿意啊 愿意啊 你一号只要开了啊 对啊对啊 花莲受害的店家不止一间 2月份一名男士从保平 星号下船 隔天就违反自主健康管理规定 没有戴口罩就到运动会馆 要打算游泳 在门口就被员工拦下来 事后用池封管消毒 原本预计三月底要恢复营业 不过因为人潮少 生意不好 所以决定再延后两个星期 要到四月中才会恢复营业 室内空间的这个活动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不可能去要求 我们的这个客人进来是戴口罩的 第二个尽管的人员 他的接触时 他的旅游时 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 然后在这边活动的期间 他一定是移动的 他不可能是固定的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是完全没办法控制在一公尺以内的 所以据以上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属于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场域 运动产业 我们这种运动会馆 是人员聚集往来最多的地方 所以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要提最高的标准来看待 那我们自己这样子的封管 当然也遭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失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运动主管机关 对于我们业者在防疫所遭受的损失 虽然有方案 但是他到不了地方 就像人要溺水了 救生圈丢不下来 那个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会呼吁说 我们的主管机关能不能 在这些措施上面 能够给我们更快速 而且是更实际的一个 救助的一些方案出来 业者好无奈 居家检疫者到处趴趴走 这样的举动不但惹得人心惶惶 还连累店家无法营业 损失惨重 实在是恨不应该 借徐立琴华联市报道